无二战争之后全球对无人机系统运用 投入更多的关注 我国中科院也积极的发展各种的武器系统 抗衡中国军力威胁 而在今天中科院航空所公布无人机生产成果 更首度对外展示战术型悬翼无人机 下达起飞命令按下启动钮 白色涂装无人机悬翼加速转动垂直 起飞胜空 到达指定位置悬艇捕捉勤资平稳 转个弯持续飞往下个定点 打造优异性能 这款就是由我中科院自主研发的战术型悬翼无人机 支空时间长达一个多小时 能在城镇塌岸执行战术侦查 借接国军勤传系统 能及时提供给指挥官战术护勤支援伏计 它是属于一种战略型 接近战略型的无人机 配付给我们最新成立的陆军的联兵营来使用 它是主要针对进城 还有我们的城镇 等等特殊的侦查作用 这回陆军编列七亿七千九百九十八万 向中科院采购五十套 总计一百架四无人机 今年度预定交机二十八架 按规划预定明年底 悬速交机完毕 除了悬翼型无人机能协助进行战场 侦搜国军寄出杀手舰 剑翔无人机具备强大攻击能力 剑翔无人机搭载反辐射飞弹 攻击距离超过一千公里 不需人员驾驶降低伤亡风险 强大活力足以摧毁敌军部署 在沿岸和内陆的雷达系统 提升我军远距作战效能 中科院展示我国系列无人机外形 从小到大效能 逐步精进展现MIT国防自主精神 解了伟红吴永安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